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全服玩家宋石莲 1.4卡池春登场 双五星复刻,金兮延期 明朝,1.3角色强度排行 金兮,手腕能稳坐涕零 三大平民真神必恋 明朝1.3下半,卡池的忌延 又狐已经登场了一段时间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而说起截止到1.3下半版本 全角色综合强度排行也终于是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上图 角色综合强度主要分为了T0 T0.5,T1,T2,T3这几个档位 T0强度的角色分别有金兮,索岸人,维里奈这三位 其中金兮作为版本大C 强度输出天花板 T0妥妥的,索岸人作为维2的乃辅角色 和维里奈一样都容登T0 也是目前版本最值得抽取培养的角色 而说起T0.5强度的角色分别有 项里奥、善华 其中项里奥虽然是免费赠送的五星角色 但是强度丝毫不低 善华则是平民战神 虽是四星角色 但依旧推荐所有人都去练 绝对不亏 T1强度的角色就比较多了 有长黎、季岩、安可、暗祖、白子这五位 综合强度较高 多阵容配队推荐培养 至于T2、T3强度的角色整体强度一般 分别有莫特飞、银铃、丹井、灵羊、卡卡罗等角色 平民玩家可以根据自身资源需求选择培养即可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还是优先T0T0.5T度的五位角色 所以说各位漂泊者们都有哪些非常好用的角色呢? 明朝1.4卡池越来越近 两位新角色春登登也即将登场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1.4版本内容汇总相关也终于是出炉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1.4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情况了 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消息来看 1.4版本将于11月14日开启 新角色春登登会在上半卡池登场 下半则是银铃巷里要双限定五星角色复刻 还是非常香的,这么来看的话 今夕则至长黎大概率会在2.0卡时左右复刻了 而在后续的1.4版本中 全新武器投影也终于来了 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分别是投影、星之毛投影星象系列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五期皮肤系统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非常好看的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此之外在1.4版本中 全新半星任务小镜分岔的星海也会和大家见面 全新版本活动也包含了梦华正里深醉意想奇境 踏槽探力等活动 其中梦华正里则是当期1.4版本的七日迁道活动 各位漂泊者们完成迁道后 均可以获得十连抽的奖励 基本上也都是大版本的标配了 当然了,后续的1.4版本也会有新武器 全新生海意象辽造之旗的登场 各位漂泊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感谢观看